大家好,我是阿忠 今天我们在市场上买了一点排骨,大家看一下 排骨我们买的多了,一次性吃不完,怎样处理呢?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分享一款保存排骨的方法 平常我们在家里边保存排骨都是直接放入冰箱 大家都知道可以上网搜一下 生排骨我们放入冰箱,只能起到暂时的保鲜 时间长了它也会造成细菌滋生 而且很容易造成排骨变质 今天我们教大家这种储存排骨的方法 就是储存一年都不会坏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首先我们把买回的排骨给它改下刀 我们把排骨都给它剁成这样的长条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好,所有的排骨剁好之后 我们把它放入一个干净的盆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我们给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我们给它捞出控水 排骨控干水分之后,我们加入适量的白酒 然后给它搓一下 把排骨的外表都给它均匀的沾上一层白酒 这样能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 又能延长排骨的保存时间 搓匀之后,我们放在一边备用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准备的配料油 大姜30克 香叶5克 白蔻5克 香葱20克 小料备齐之后,我们准备上锅操作 进锅上火,锅中加入500克的生抽 250克的老抽 15克的一品鲜酱油或者是美极鲜 再加入500克的白糖 接下来再把准备好的小料倒进来 小火把白糖熬化 把小料熬香 小料熬至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加入5克的五香粉 20克的花椒粉 花椒粉我们加10克 刚才是口误 再加入20克的辣椒面 好,把所有的小料加进去之后 我们小火 把香味就要熬出来 小料熬香之后,我们关火 整个过程也就是两分钟左右 料汁冷凉之后 然后倒入我们提前用白酒洗锅的排骨洞 再带上捡来的手套 把排骨就得均匀地沾上我们熬好的料汁 带上不要钱的手套 把排骨均匀地沾上汤汁 给它盖上保烟盖 放入冷藏箱 腌制五天 每天给它翻一次 这样就可以了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排骨腌好了 各位烙铁看一下颜色 真是健康的十足啊 颜色看着非常的漂亮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剪出来 然后给它挂起来 给它风干晾晒三到五天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我们就直接这样可以加工 或者烤或者蒸 都是吃着非常不多的哟 好,然后我们找钩子把它勾起来 放在外面进行晾晒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放在外面进行晾晒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排骨晾晒好了 这是晾晒五天的排骨 颜色降红,非常的漂亮 这两天天气不是太好 如果有太阳的话 再暴晒两天 这个排骨会做出来晶晶熄透 非常的漂亮 而且味道非常的好吃 这个排骨晾好之后 我们可以进行蒸制 可以进行烤 都是不错的 用来招待客人非常有魅 学乎掉这道菜 绝对人人欢迎是大厨 好,今天我们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制作不易 各位好朋友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请帮忙点赞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